W3这个页面 那这里的话呢 比如说订单日期 那一般订单日期就是现在今天的日期 所以今天日期的话 我可以用插入函数里面 找到日期时间里面 那我们用Today 这边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日期 Today按一个确定 那就会产生今天的日期 那今天日期呢 如果说我今天 它的订货的方式有分成三种 一种是最速件就是 一的话一天 一天到达 二的话就是旗舰 旗舰就两天 普通舰就五天 那也就是说呢 这边有个到货日期 那到货日期根据什么呢 根据这个日 就是使用者 就是选取之后的时间 加上什么呢 加上今天日期 今天日期再加上 后面的这一个天数 就会是什么 到货日期 那这个到货日期 当然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下拉选单 可以让它 让那个使用者选取 那不过选取 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讲过 基本上呢 我们资料来源是从哪里呢 是从这个资料验证里面 取得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里 已经题目已经给我 已经帮我们做好 这个来源 那来源的话 就是根据这个范围而来的 但是这个地方 如果说一般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通常我讲过 通常不太可能放在这里 因为除非你要把这个范围里面资料怎么样呢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做一个保护 不然的话 如果使用者改动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也不是很好 或者是说呢 你也可以做什么事 你也可以把 这个地方 如果说这三个 三个资料呢 如果是一般是固定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呢 其实基本上 你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固定的形式 那固定形式怎么做呢 基本上 就是可以把这个地方 我把它用那个 记事本 就是直接怎么做 就是直接 在这个中间 加入什么 加入豆点就好 就是每一个资料中间 再加入一个豆点 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地方加个豆点 然后呢 再来就极键 再来就普通键 就是中间加豆点之后 就把它贴回去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你就不需要去 依赖旁边的这个资料 或者的话 如果假如你的资料 是写在旁边 其实很容易发生错误 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 把资料验证地方 来源的部分 前面不用等号 直接把它加入 123 123 那讯息提示的部分呢 看你要不要加一些 这个提示 等等的 这相关的讯息提示 按确定之后的话 也是一样 点下去 就会有一个 这个清单出来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今天 到复日期 是根据